我们用两个理论的架构 然后一段文字的说明 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再把问题重复一下 就是说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意识抓清楚 我再重复一下 在我们日常一般人的状况中间 我们看到是一只红色原子笔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绿色的白色的小茶杯 我们听到是拍手的声音 这是一般人凡夫的状态 就是跟成相对的时候 就会取茶杯像 取原子笔像 取拍手的声音像 那么因为这样子就会沦落生死 就会轮回生死 就会造业 人家来拿我的茶杯了 把我茶杯摔坏了 我就会起烦恼 好像说你怎么这么吵人 随便乱拍手 那我就会起烦恼 我就会遭遇 我就骂人 跟人家打架 所以呢 一旦取静 就会顺身死流转而下去 所以我们要逆转的就是呢 使得不取静 就是能用这个 皮布斯纳克圣母他的残观呢 使得我们在看到杯子的时候 没有杯子像 看到前面原子笔没有原子笔像 没有红色像 听到声音没有声音像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射心的界限混融掉 根层的这个取静的功能呢 被消融掉 那么我们说 勇家禅法跟皮布斯纳 他就具有这种消解根层的结构 因为我们一人一生意还 就有这个根层的这个关系 这个是天生地长的 这个关系把它消解掉 那么射心 外在的射跟内在的心 就混融 内外自他无别 这个转换 由一般凡夫的 这个根层的这个结 根层这个取向呢 到把这个根层的关系 六根六层的关系把它消解掉 我们今天 我是第三次说明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要听懂以后我才知道 到底我们解释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来看 在佛陀的经教里面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对这方面问题的解说 我们举两个 最具代表性 一个就是佛陀 这根本教法十二元起 一个就是呢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呢 起性论里面的三系六出 这个概念 我们来说明一下 三系六出呢 叶向转向现象呢 叶向是赖叶的字体 转向呢 是赖叶的渐分 现象是赖叶的相分 由现象呢 献起了三核大地 那么我们的渐分呢 升起了我们的 这个身心 然后我们去直取什么呢 这个志向呢 就是对于所献起的三核大地呢 第一次的去认知到 由现象 所献起三核大地呢 去把它直取 这是志向 那么所直取的这一个 三核大地的这个境界呢 它会随着我们心事的流转 那么它会相续 生生灭灭 这个相续 比如说前面这个柱子 这个黑板 这个实在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黑板 非常的真实 这就是相续啊 这是相续啊 这个大地啊 这么的坚实 就是相续啊 如果说我们在残关里面 我们要进去残关以后 我们就发觉到 这黑板呢 是刹那迁流 刹那迁流的 当我们残天再生以后 我们就发觉到 其实它没有在动 它不但是刹那生 而且它没有生起 这个时候就 从相续到达了志向 直取向就是 在这个相续上面 再取望子呢 把这个相续向把它固定住 变成真实的 变成真实的 比如说 它本来是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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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那么我们呢 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就在相续上上面呢 再生起一个虚妄的直取 这个本来是没有的 对不对啊 没有的法生起 有 然后没有的法连续 连续变成了一个虚妄的直取 就像一个电影 对不对 本来我们看到电影是 一个小小一个小小的尽头 对不对 把很多的尽头连串起来 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了 那么 这个相续向就是把这个 一个一个小小的尽头 把它连续成一个活生生的上个大地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就起了什么 就起了人啊 众生啊 活生生的这个生命境界 就有了人 有情这些活动的这个境界 就起了名字相 所以呢 直取向 就直取了真实的这个万法 我们说啊 今天 我们透过禅观 从禅地里面呢 就从这个直取向开始 向前述 穿透了直取向 穿透了相续向 一直穿透了直向呢 到达现象 这个部分就是赖耶了 这个部分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 在现象的当下 你外在上个大地还在那个地方 可是 在我生命的主体呢 我的志向不动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上个大地在 可是呢 我这个时候已经不分别上个大地了 我已经不分别上个大地了 这时候我的意识已经开始在模糊了 分 建这个 外在的这个 这个身心世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心已经得到一种解脱了 我的心已经得到一种解脱了 我已经不分别它了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什么 是在 禅电的状态里面 就是恰恰无心动的状态里面 圣母它 就是我对于 色身相畏促法呢 已经不加以直取了 这时候相续跟志向已经慢慢的淡掉 那么再进了一步 就是对于 对于 外在三合大地 开始慢慢的 我把它转化成什么呢 智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我不去分别它了 而是这个柱子 这个地板 这个桌子 黑板 它已经转成了智慧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碰到了这个现象 碰到了现象 我不去分别它 只是我的志向主体不去分别它 还是我这个生命的主体 可是外在这个三合大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现象 这个三合大地已经开始在动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皮波斯纳就已经进入到了 辣叶的成分 那么整个三合大地呢 都是相分所限的 那么我就一点一点的相分的慢慢把它转 慢慢转 好 有一个问题啊 三合大地无穷无尽 你拿何年何月要转到把它转成智慧呢 还有个问题 第二个 三合大地不实在你怎么样转成智慧 三合大地的话呢 是人见的是水 天见的是流离 鬼见的是浓血 地中的是火炭 这个你上个大地你怎么转它 而且上个大地无穷无病 无边佛国无头你怎么转它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来说明 我们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个 就讲到十二元起 讲到十二元起 我们说无明元行 行元氏 氏元名色 名色元六入 六入元处 所爱去有生老死 在这个里面 这个氏啊 就是相当于 这个阿赖耶的这个氏体啊 这个氏 名色 就相当于这个 志向相续向这个地方 六入就是六根 六入就是六根了 所以呢 我们的六根跟名色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一段 到了处就开始呢 记名字下 所以我们从六根 切进去以后呢 我们常常说 经常讲 不住色身相外出火身体 就是这个时候把六入切掉 六入切掉以后呢 就混同道呢 进到名色 这时候名色 就是名是心 色是法 色 心色呢 统一 这个时候就 已经六根的作用 不产生作用 这个时候 从六入进到名色的时候 就是色心 统一的状态了 因为六根没有了 六根没有就只有色心的 这个互相对待的 这个就是色心统一了 然后从名色 进入到这个 这个色呢 将浅一点 是投胎的 心色 就是中音声 将深一点的 就是阿拉耶 那么这个色从哪里呢 从无名原形 流转而来的尸体 这是有无名的 染污的心事 所以呢 我们所讲的 解构了色心的 这个差别呢 就是 十二元起里边 六入 从处 从处 从我们的处就是什么呢 看念头 从六入处 转到名色 转到四 转到这个部分 就是这一段的消解 这一段的 从这边的溯流而上 一直的 所谓的 灭盘还灭 溯源而上的话呢 从我们的六根 一直溯源到我们的心的源头去 也就是 三系六初 起心的源源的 直取向相续向 致向 转到了 那样的现象 这一段 心事的转换 三系六初 以及十二元起呢 就是说明了 我们在永家的 禅法里面的 色魔他 以及皮膚色那 从 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 不离 不住六成 一直转换到色性一体 色性波尔 以及转到了内外一体无别 然后转到了 这个所谓的 智 进造智 然后 全 进 极智 接智的这么一个状态中间呢 这就是 消解 根层的这个理论 消解根层 就是我们从这边 溯源回去 这是新缘 这是流转生死 从流转生死呢 溯源往新的源头 我们的清静的决性 往回去 这就是这一段 那么 对于这一段话 我刚刚下了一个 下了一个 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我说我们说 我们把一切境界转换成智慧的话 那么刚刚提的问题 第一个 境界无量无边 无边佛物土 请问你的智慧怎么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波赛三个大地 其实没有尸体 它是一个虚幻的 你怎么转它 好 我们来看啊 我们今天这个转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根层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讲 我们是永洁常法 是转这个根层 对不对 说根层的关系呢 乃由无名流转而有 什么无名流转 这个业就是 无名妄动以后 有业相啊 这也是无名的 所以三系六出 跟十二元起 都是无名的 它是由无名流转而成就的 三系转出来 六出 无名转出来 十二元起 即根层的结构 就是 自相相续相 自取相 自明自相 以及六路处受爱取 有这样子的结构 它就是无名的表现 三系六出 以及十二元起 本身就是无名 每一只都是无名 每一只都有无名的成分 每一只也就是无名的一个 分别的表现 无名不同形象的表现 所以他说 就是无名的表现 所以 今天 我们要觉悟啊 要成佛啊 就是要破除无名的 假借观治 将外境消解呢 增观治之身 我们是借着观治呢 然后怎么样呢 把外境消解 然后让这个外境也产生这个智慧呢 其实实则是假自禁 只转换而消解 根层的 无死结构 无名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转换的时候呢 不是单单只是转换这个境 其实是转换的这个什么呢 根层的这个结构 转换这个结构 它在流转生死的时候呢 根层的关系 各位注意一下 三系六出 就是一个坚固的结构 听懂吗 无名原形 行原事 我们投胎心事 然后到我们母胎里面 到我们出来生成六根 六根就会接触六成 六成就会产生感受 感受就会爱主 爱主就会起烦恼 烦恼就会造业 这是一个千古不变 天地自然生成的一个生命的结构 听懂我意思吗 这是任何人 任何一个友情 无时以来救 必须要接受结构 你就是这样子啊 虽然人今天有两个眼睛 眼睛长在前面 不是长在脑顶上 是一样的道理啊 听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千年的结构啊 那么我们今天只是 借着根层相对应的时候呢 把这个结构慢慢的消解 因为为什么呢 根是虚假的 成也是虚假的 我的身心是幻假的 夜暴所形成的 对不对啊 我还以为这三个大人 也是由我的夜暴所现的 所以呢 我只是借着现在的根 跟现在的静 互相的运作 互相运作以后 因为我现在只能依靠他 这个静嘛 对不对啊 所以就借着现有的静 互相的交错以后呢 把他们的结构 消解掉以后 就是把无名消解掉 这个时候呢 根也没有了 尘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 山河大地也不成为山河大地 我的自我的身心 也不成为一个自我的身心 这个时候 内在的身心不存在 外在山河大地也不存在 这个时候呢 和论所谓山河 是鬼的浓血 还是地狱的火炭 还是天然的流离 还是人的水 不重要 重要是 这一切的外星 已经转成了智慧 无缘的活口土 都在这个智慧里面 浓血 火炭 流离 空气 这些也都不重要 都是虚幻的 乃至活口土都是虚幻的 只是一个清净智慧而已 所以呢 我们聊一道就是说 重点是呢 是转换了 智慧的这个转换 其实是它是什么 在智慧转换的过程中间 我不是说要 转换这个智 而是要转换这个智 智跟智 跟跟成的结构 这句话听懂意思了吗 听懂不懂啊 今天好像我要把这个智 把这个智慧一直变成智 一直变成智 对不对 其实不是 重点是呢 是我在 由智慧造晋 而使这个晋转成了智 这个晋又 这个晋所转成的智 又来造智 然后这个晋所转成的智 又来造这个晋 变成晋造晋 好像这样的操作 对不对 是要把这个晋转换成智慧 对不对 其实不是 在转换这一个晋的时候 其实重点是转换了 晋跟晋 是根根成的一个无死来的结构关系 这句话听懂了吧 当这个结构关系消解了之后 看到啊 根成即无名 消解了根成的结构 就是消解了无名 根成消解 意思 那也被消解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这个地方 今天我借着根成的消解 就是从无名的流转 逆缓到 决心的开闲 从这里逆缓到 消解到无名 最后这是无名 夜象的最前面 也是无名了 也是无名了 所以呢 各位看这一段的时候 不要忘掉这一段文字的说明 如果看这一段的话呢 忘掉了这段文字的说明的话 那就对这个残关的话呢 会落入一个误区 就是我刚刚刚讲的 外在三河大地 都是虚幻的 你怎么样起智慧 无边无际 你怎么样把它消解完 当你把这个 消解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三河大地根本不存在 因为刚刚讲过 三河大地是由现象而成就的 听懂吗 当你消解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三河大地就崩解了 没有三河大地的时候 这时候就不需要 这个三河大地的 这个境界的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重点是要消解了 根层的结构 因为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结构 十二云起这个结构 三就是这个结构 这叫结构 听懂吗 这个结构本身就是 无名的结构 这是残观的新法 这是残观最核心的思想 这一段文字的各位一定要牢牢记住 我们再把这个 回来把这个皮肤上的文字消解一下 第一段 我再把这个文字念一下 请各位看到 上面就是下来的那个Person那边 好 我们下期再见